前面的话我们有类似像这样的范例就是会跳出这是几月 比如说不过我是把那个前面JavaScript的题目改写 假如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一刚开始载入的时候 就先把问题放在这里 问题这个是几月 然后你必须怎么样 去挑选一个按下确定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前面是一个pronged 把它pronged出来 可是我现在假如不是要这样 那我希望可以显示的时候先跳一个 所以特别说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要如何撰写 不太一样 这一题其实难度会稍微高一点 那我们按照步骤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要怎么样把这个画面给做出来 第一个的话 一样 请各位 把那个也许前面的范例令存新档 然后这边改成CH0315 请输入正确的月份 这边是不是少一个字 把这边请输入正确月份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我如果要做一个下拉清单 我希望怎么样 就是点它下拉清单跳出来 这是几月 跳出来 让我去选取 选完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月份丢过来 按确定比对一下 但如果比正确的话呢 那这边就是答对了 反之的话呢 就答错了 September OK 这边的话就 我看是不是 9月 答案正确 类似像这样的楼梯 那你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部分 画面部分基本上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这个上面应该没问题 就是插入一个页面 页面里面的话 请输入月份 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呢 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 JK Mobile里面的那个 这个有个什么呢 就是选取选单这个 那你把它插入进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只有改几个地方 这个Select Name 改成month ID改成month 另外呢 多一个什么 刚刚讲的 Data Natural Menu 等于False OK 那这样的话 跳出来才会是 我们手机上面的menu 而不是网页上面的menu 那再来的话 底下有一个 Option Value 本来是Option 1到12吧 那我这边把它改成1到12 并且把中间的东西 这个中间东西 其实就显示在清单里面的 1到12月 其他的话 大概没什么改来 其他大概就是 把那个底下的部分 这个跟前面一样 然后按下 这个超连结的话 一样是 有一个CL 这个CL就我们按下去 执行 那这个地方是第一个 就是画面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蛮单纯的 跟前面差不多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是 程式如何撰写 一样哦 不过我们一样会去撰写 那个CLICK事件 当我CLICK它 然后呢去BY的一个方法 可是当我载入这个网页的时候 那我要预先先什么 显示什么 显示这个东西哦 有没有 问题为这个Opto是几月 这个要怎么样 这个东西显示哦 并不是因为我按一下按钮 而是它刚载入就显示了 OK 刚载入就显示 然后呢 我会有个数字出现 那再来就跟什么 使用者选的比对一下 如果是错 怎么样 如果两个比对一样 那就显示 答对了 反之就答错了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可以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常见的题目 只是说呢 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 让我载入这个几月份 这个特别重要 我想这个menu 应该大家已经比较越来越熟悉它了 然后我想多做之后 在Juneweaver里面 它的好处就是 它自动帮我们产生我们需要的 稍微改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表单元件 很快就做出来了 但是坊间的书籍 甚至我们书里面的范例 我发现它还是用手打的 而且有些可能用那个什么 用表单的哦 特别是要这边有个表单哦 表单的元件里面做出来 其实用表单跟用那个JQuery 两个都可以做出来 样子也几乎一模一样 可是哦 怎么讲 前面表单我是觉得比较像 做网页啦 我觉得还是比较建议用JQuery 这一个部分哦 那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书里面的原始吗 它有些还是会有用那个 表单元件这部分哦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你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 我们前面哦 一般是当那个 诶 Document.ready 不过我们Document.ready都省略掉 所以当这个 这个是JQuery 载入的就是网页载入的时候 那我们执行底下的功能 包含就是说呢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所以我那个按钮上面 会有个名称 By the Click 然后呢 底下会有一个CL 15的一个方法 就在这里 那特别重要 这个方法的位置哦 基本上在这里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一个 这个本身是一个方法 哦 匿名方法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也就是说特别重要 如果说两边的资料 假如说你要相通的话 就是 变数你宣告 你不能说 我今天宣告在这里面 或者宣告在这里面 如果宣告在这个里面 或这个里面 它是属于所谓的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的话 只有他们自己内部 可以读取得到 但是如果你要跨方法的话 特别重要 一定要怎么样 把它放在外面 放在哪里比较好 基本上就把它宣告 我建议是放在这边 就是Scrip下方这里 宣告为什么 全域变数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宣告位置 宣告错 比如说 那个第一个阵列 阵列的话 指的是 那个什么 一到十二月的英文 那如果说你宣告在 最里面那个 下面那个好了 那上面这个都读不到 两边可以沟通的话 特别是宣告 第一个我们是 全域的变数 一个是那个 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名称就是叫做Mans Street 里面的话就是一到十二月 不过我这边也是一样 第一个怎么样 空下来 为什么这样写 其实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但是明解Java里面没有这样写 还有明解Java的剪刀石 这个一到十二月 好像也是这本书里面 也有类似的 不过我通通把它改写 因为说真的 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程式 怎么看就觉得不顺眼 怎么看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 可能每一个人 对于有些东西的了解吧 习惯一定就是不同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把 不是我写的程式改成我的 不然我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的 但我建议你 也慢慢有这样的习惯 如果你目前没有的话 那表示你的level还没到那里 OK 如果你有到那个level的话 你就会慢慢觉得 看别人程式 会觉得看得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不是想要跟他打架 就是觉得就是 不是我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你常常喜欢Ctrl C Ctrl V 的人 真的 你还是别人的东西 贴上不会变你的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自己动手改一下 最好是自己写一下 不然的话呢 这东西 一定还是会有问题 那我这边 你会看到如果这样写的话 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的东西 第一个空下来 0嘛 0我不要用 那以后的话就1到12 很好记嘛 对不对 而且正列 那缺点是说 我会浪费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多大呢 大概一个败者 两个败者好了 好 浪费两个败者 两个败者呢 对于现在记忆体来说 根本是九牛一毛而已 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得到的效益是 我将来就不用转来转去 一下又减1 一下又加1的 因为以前光写那个加1减1 我都写到头昏了 这个地方要减1 忘了减1 最后月份又不对 然后回来要看 到底哪里错 然后回头又看一遍 头又昏一遍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宣告第二个变数是慢时 OK 这个慢时的话 基本上是做什么用途呢 这个慢时是 我 应该是什么 这个慢时 这个慢时是乱数产生的 有没有 是电脑产生的 那我就刚开始 电脑先乱数产生 一个英文的名称 让我显示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 两个全域变数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当这个 Document.ready的时候 执行这个 所谓的匿名方法 所谓匿名方法 是他没有名称的 然后呢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 第一个 先帮我拜的 这个跟前面一样 比较不一样是这个 因为我要当什么 当那个画面显示的时候 顺便 除了by的那个按钮之外 也帮我在按钮下方 告诉使用者说 请问一下 这是几月份 但是我总要抓一个月份 所以我先怎么 先用乱数 这个前面讲过 1到12月 抓一个 抓一个到这边慢时 然后呢 输出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 这个乱数抓的 比如说他抓到10 那就抓 然后他把这个地方呢 正列里面的位置 中瓜阿虎 问题为这是几月 然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output里面的HTML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来看一下 即时 那因为这个地方 我有做一个alarm 跳出5 这个时候呢 问题为 有没有 man是几月 这个实际上 这个man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 利用那个正列 抓到5嘛 5的话呢 就是从正列里面 抓第5个位置 把他丢到这边来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 这个比较特殊是 全域变数 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接下来呢 要让他判断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让他正确判断 到那个正确的位置 接下来后面还有就是说 诶 撰写方法 当我按一下 我要比对 那因为呢 我刚刚已经有 产生了一个month 那我比对的方法 当然就是 按一下他 然后呢 怎么样呢 我先抓到 那个month的value 这个monthvalue 值的就是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里面的值 比如说我这边 当我跳出一个 这个 这是几月 这是几月 September 对啊 那我不是 这个地方 不是就选一个 那选完之后 有没有 这个选完的value 这个东西 选完的value 我要怎么取得 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个下拉清单 我给他的名称叫month 所以呢 我可以透过什么 这个query帮我找一下 有没有这个啊 有对吧 他的value给我一下哦 那我就找到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 假设我现在不动的话 一月的话 丢过来就一 有没有 所以m的话是一 那我这个alunt是跳出1嘛 那如果 OK判断一下 这个后面应该没问题啦 一副条件 逻辑什么 如果这个1 不等于 这个应该是September嘛 September是几月 9月 OK 然后呢 9月 两个不相等的话 Zen 答错了 反之 答对了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 假设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把它改成正确的 September OK 然后按确定 他应该会跑什么 11 September September是几月 9月吧 对啊 November才是11月吧 OK 好 9月 答案正确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9 因为他的option value 我不是改成9 那他丢过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9 丢到这边来 然后呢 跳出这个 其实到时候 这个可以散掉 如果呢 这两个 不相等 就比较大 如果倒过来的话 那就答对了 OK 那当然你这个逻辑 也不一定要这样写 你想说 老师 我这写 我看不习惯 我可不可以写这样子 这边 给他一个等于 可能按到那个 等号怎么出 这边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两个等于 然后呢 上下颠倒一下就好了 逻辑 有没有 一个是不等于 一个是等于 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三个等于 JavaSquivel里面有三个等于 特别注意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写的是两个等于的话 两个等于哦 如果他是1 等于等于1 是不是处 前面的数字1 跟后面的数字1 是不是相等呢 其实在JavaSquivel里面哦 这样子是处 这样是合法的哦 OK 两个等于哦 它没有笔字要形态 没有笔字要形态哦 那如果说你今天哦 再多一个等于的话 三个等于哦 就会是false了 因为再多一个等于 就会比什么 资料形态了 两个等于不比资料 反正就是里面 如果是放管理是数字 还是文字 只要你里面是放 一样的东西 我都当你一样 如果你要比对资料形态 注意一下 就多一个什么 等于啦 OK 三个等于 这个写法是合法的哦 如果对于这不太了解的话 请观看那个 W3Score里面的JavaScript 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而且里面还有TryEats哦 所以你们 其实那个应该把它改写成游戏好了 如果你过关 可以帮你记下来 其实因为想很想说 是不是把这个拿来 变成一个关卡 过一关 然后把你记录下来 你过关了 所以将来是不是可以写成游戏哦 画面先给各位试试看哦 来把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那当然今天还没有讲到有关那个 Checkbox多选的 其实你甚至也可以自己改写一下 Checkbox 比如说我今天选了 请问你几月份有空 对不对 然后1到10 假设啦 我们有多选的话 Checkbox 那假如说它 1、3、5、7 那你最后要显示什么 你1、3、5、7月有空 这样而已 多选哦 那多选其实会比那个 刚刚的单选来的复杂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有好几个选项 那刚刚单选是 抓一个就好了 Check的就一个 可是呢 Checkbox呢 它的Check的会有好几个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用 那个Checkbox里面的一个方法 它有一个方法还蛮不错 就是把你一取 每一个就是 勾选的通通帮你抓出来 不过这个我想 今天应该时间上应该 OK 那也许下一次 那请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后面我们在下一个单元 表单里面 还会有一些比较可能 其他再更进阶的一些表单范例 包含回去可以 各位稍微看一下云端上面 有第七单元 有那个比如说 login 登录画面 比如说可能也许我们比较简单的 范例是 使用者登录账号密码 然后你账号密码进来之后 它如果输入一组正确 你就让它知道说 登录成功 当然最好后面我们会有列预计说 如果它账号密码对了 你再跳到第二页 如果它账号密码错了 就让它重新登录 重新输入一次 这样手机本身就有一个保障 不然的话任何 现在手机很多一进来就进到画面了 没有账号密码 好像没有保险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方法 账号密码加了 正确才跳进来 不正确呢 就怎么样呢 不让它跳 到那个执行的画面 诸如此之外还有什么BMI 或者是说 其他有相关的练习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把那个 其他的范例 稍微再看一下 我可以稍微再看一下